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伦 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是 为什么俄罗斯要毒杀史克利波 3月4号的下午4点钟 史克利波妇女两个人被发现 倒在Salesbury购物中心的一个长椅上面 然后两个人马上送到地区的医院 现在情况都很危急 随时都还有生命的危险 第二天医院发现了情况不好 有十几个人陆陆续续到急诊室来报到 都发现有呕吐以及身上有斑点的情况 当局封锁了医院 包括购物中心 还有史克利科他们吃饭的餐馆 并且找来军方的话午部队 整个来清洗并且来查验 英国的警方尤其反恐单位 他们宣布这是神经毒计的攻击 史克利科是谁呢 史克利科他其实是 前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一个上校 2006年的时候 因为涉嫌出卖情报给英国当局 被俄罗斯当局以叛国罪入狱 到了2010年的时候 因为跟美国有交换间谍 才获释出狱 现在在英国流亡 英国首相梅伊 12号在下医院的有一场演讲 严正的指出 暗杀所使用的是军事级的神经毒计 这是苏联在1970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 梅伊要求莫斯科在24小时当中要做出答复 为什么这样子苏联特有的神经毒计 会出现在英国 而且使用在这样的场合上面 他说这个事情非常有可能是出自 俄罗斯当局的指示 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 驳斥这样的说法 并且说这个是在英国下议院的一场闹剧 他说这是基于挑衅的一种政治宣传 如果美伊的说法是属实的话 为什么俄罗斯要用这样子的神经毒计 来暗杀史克里波呢 有一个说法是史克里波流亡英国以后 虽然没有跟官方合作 开始跟民间的一些情报咨询单位 其中最重要的是 以前英国情报员斯蒂尔 他说主持的一个公司 斯蒂尔为什么有名 是因为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希拉蕊阵营委托斯蒂尔 制作了一份文件 调查当时的川普阵营 是不是有跟俄罗斯有勾结 里面还透露了川普曾经涉嫌 在莫斯科有造计的一个传闻 当然这个事情引起美国后来一连串的调查 真正川普还有当选以后 有没有跟俄罗斯当局的勾结 所以如果俄罗斯有动机要杀史克里波的话 就是因为他们怀疑这些情报 是史克里波所提供的 第二个说法是史克里波当时是掌管在欧洲地区的握底的情报 据说他以十万美元为代价 把这些消息跟这些人的身份透露给 MI6就是英国的反情报当局 导致这些情报人员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消失 这个事情让俄罗斯当局非常的愤怒 我们知道在情治机构里面 他们跟外面的社会的法律是不一样 他们有自己他们很严格的加规 这个加规里面包括有处死制裁等等方法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主要是因为情治人员他的秘密 如果泄露甚至叛国的话 小则影响到你自己的同事的生命安全 大则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安全 所以通常他们的方式是非常的严格 这也不是俄罗斯第一次这样做 在2006年当时同样是流亡在伦敦的前KGB的特工 Litvianenko 他当时也是跟前同事见面的时候 喝下了一个里面加了金属布210 这样子放射性元素的一杯绿茶 结果毒发身亡 现在看起来虽然有可能 曾如梅伊跟很多人怀疑的 普丁是下令制裁甚至暗杀他的人 但是现在距离俄罗斯的总统大选 不到一个多礼拜 他们18号就要举行选举了 普丁是疯了才会自己搬这个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所以现在也有另外一个传言说 是普丁的政敌去勇碎人去干这个事情的 我们并不是赞成用这样的方式来制裁自己的特工 但是这个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譬如说在台湾 中山研究院的前核能所副所长张献毅 当时叛逃美国跟美国透露了台湾有在秘密研发核武的事情 又譬如说中国大陆国安部北美情报师的余强生 他也是叛逃美国跟美国奖有一个潜伏在FBI里面 长达40多年的大间谍金无怠 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不管是张献毅或者是余强生都是非常宝贵的资产 也都帮他们化名甚至秘密安置他 就生怕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会对他不利 但是从台湾或者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人都是叛徒 当时内部也一定讨论过要如何来制裁他 只是没有发现而已 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在1950年代 曾经英国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叛国的间谍案 是King Philby Philby他是当时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里面 事实上是替苏联做间谍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见 很多人非常的生气对于这个人 认为应该要把他想办法来处死来以醒校友 但是英国人没有这样做 还是让他在莫斯科安享他的晚年 老实说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可以看得出英国跟俄罗斯是很不一样的 今天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